在我们国庆60周年 这个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方式 来为我们的共和国献上我们内心最真诚的祝福 大家很熟悉的著名歌手汤灿 在国庆6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他也新演唱了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红旗飘扬》 也是我们让红旗永远飘扬大型县礼活动的主题曲 下面我们就有请汤灿 为大家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如果那天在握你的手 别让我的泪水穿过脸庞 虽然此刻我们唯有坚强 我的心和你的路一样漫长 这种明天我消失在你忙 请用你脱进的那道目光 替我看看天边生气的照样 为了明天世界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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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天世界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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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消失在你忙 只有你多情的那道目光 替我看看这边生气的照样 为了明天世界变得不一样 我们燃烧生日光芒 你永不清永远悠扬 未来人间心无恋笑 才能不能依靠为人生难 为了明天世界变得 不一样 好 谢谢汤灿 我们也请方正集团的朋友 为汤灿送上鲜花 也送上我们对艺术家的这份敬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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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在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 汤灿的那首《祝福祖国》 大家现在还记忆犹心 国庆六十周年要到来的时候 汤灿的这首《红旗飘扬》 我相信也会被大家一直喘唱下去 而且特别要告诉大家 这首歌的歌词的手稿 已经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了 这也是军博第一次收藏非文物 所以可见这首歌的这种魅力所在 汤灿我们知道唱《红旗》的歌有很多 以前有《红旗送》 包括《五星红旗》这些歌 这首《红旗飘扬》你觉得特别之处在哪里 你在国庆六十周年要到来的时候 演唱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感受 《红旗飘扬》这首歌的歌词 我们把它定为一份是革命遗嘱 那么我自己非常荣幸能够 自己演唱这首歌曲能够被选中 作为让《红旗飘扬》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的主题歌曲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 那么作为歌手推出这首歌曲 表达了我对祖国六十周年华诞的一份小小的心意 《五星红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要肩负起 捍卫让《红旗》永远飘扬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历史使命 这是我演唱这首歌曲的一个初衷 唐灿今天也特别把这首歌的CD 作为我们这个县礼活动首场活动的礼物 带到了现场 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来 而且今天能够来到北大学院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开心 因为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跟我讲 参加联好好读书 争取以后能够到北大去读大学 那么当然后来我从小爱长爱跳以后 也就顺理成章考入了音乐学院 但是这份情节 永远在我心中 其实不过我还要说句实话 即使我没有考上音乐学院 我觉得我也考不上北大 因为北大实在太难了 所以说在场的各位同学 你们真的是非常优秀 非常的杰出 但是我相信从今天之后呢 所有北大的同学都会认为 汤灿是北大的一员了 对不对 那是我的荣幸 那是我的骄傲 谢谢大家 汤灿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红旗飘洋歌曲的CD 来给北大的这些年轻的朋友说一说 给大家送上这样一个礼物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和平年代 那么我希望大家永远都要铭刻住 铭记住 我们现在得之不悠的幸福生活 是由千千万万的革命中 用鲜血 生命 以及坚强的意志所换来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我们要为我们祖国 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是我推出这首歌曲 把这张专辑献给国师班的同志们 献给在场的2009北大的新生们 及我们亲爱的方正集团的朋友们 这样的我的一个初衷 让我们也伴随着歌声 让红旗永远飘洋 好 谢谢汤菜 谢谢大家 谢谢